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蓝天论变的这个故事背景 粗略地向大家介绍一下 那是在1965年 当时正是搞这个微物史观和微信史观的这种讨论 实际上就是把学术问题都搞成了政治问题 当时就是一个极左的思潮 当时大家知道康生 陈波达这些人 就非常的注重这种所谓的学术讨论 他们总想通过学术讨论引出来政治波澜 把它拉进政治里来 然后要整垮一批人 是这样的 当初呢 陈波达和康生两人找到郭沐若 因为他们见到清代李文田 就是以前我说过的 清代李文田对于蓝天序的质疑 找到郭沐若 让郭沐若看 受益郭沐若写文章 要把这个蓝天序翻案 原来就是大家这么崇拜的蓝天序 一定要把他批凑 说是假的 当然在艺术水平上 在书法水平上 还要给肯定 但是一定要说明 这不是王羲之的原作 就不是真迹 对了 不是真迹 是艳品 就这个问题 郭沐若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论蓝天序真伪 发表在了光明日报 于是就是这个 一师激起千层辣 整个的这个书摊 就一片混乱 因为大家都是学习蓝天序的 都是对蓝天序顶礼膜拜 忽然郭沐若说这是假的 这否定了不是一批人 也不是一代人 是否定了从唐代 一直到这个六几年 一九六几年 这么一千多年的历史 彻底否定 所以很多人接受不了 包括当时的张史钊 高尔氏出来反对 郭沐若也在组织人马 挥击这些个 反对他意见的人 于是就所谓的展开了一场 叫做这个 微心史观和微物史观的 一个学术讨论 甚至这就是 强行的分开两个队子 所谓的学术讨论 对了 你只要反对郭沐若的意见 你就是微心的 那么微心派当然就是我们的敌人 就是搞成这个样子 但开始阶段的时候 还是说是百家争鸣吗 还是这个口气 在这当中 郭沐若派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钱姓村 当年的著名的文艺批评家 叫钱姓村 这个村字呢 总是这样写 这就是村 这被囤 一个刷耳的 就是这个 这个字的一体字 村 结果呢 他就找到了钱姓村 钱姓村是谁呢 就是暗英 大家都很熟悉的暗英 然后找到暗英之后 说你去找启公 因为启公当年发表过一篇文章 就说蓝天姓是真的 怎么好怎么好 启公先生发表过这篇文章 说你找到启公之后 你让他开嘴 说是假的 冲写文章 纠正 它是一个说客的一个作用啊 那么钱姓村就找到了启公先生 找到启公先生 启公先生就为难起来 我曾经发表文章 说这个蓝天旭是真的 怎么又让我写假的 是 自己否定自己 可是没有办法 他知道压力太大了 不写是不行的 而且钱姓村跟他原话就说 你只有把真的说成假的了 你才能过关 这里就有这么一段话 就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启公先生 自己的自述 都是启公先生 自己说当年的过程 大家看我轰比啊 勾过的地方 这是他这样说的 这个钱姓村说呀 你现在必须再写一篇 关于蓝天旭的文章 这回你必须说蓝天旭是假的 才能过关 这强迫你 你必须说是假的 结果启公先生怎么 处在这种高压之下 没办法 就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就是我们曾经给大家展示过的 题目叫 蓝亭的迷信应该破除 这上写着作者的名 启公 这篇文章啊 洋洋数千字 大家看是多长 一直到这里 启公先生写了数千字一篇文章 这里边不断地向郭沫若道歉 表示自己过去说错 对于蓝天旭过去认识错误 通过看了郭沫若的文章 自己受到启发 重新纠正 重新纠正 又改说 蓝亭就是假的 是假的了 对 你看一抬头 他就这样说的 他说啊 这个 在光明日报上 连续的 读到 郭沫若通知 论蓝亭的文章 从书法风格 佛家或道家思想方面来证明 蓝亭不出于王熙之之手 证据分明 这里无需重述 给我的启发是很大的 然后又后面多方面的 来说郭沫若怎么怎么正确 自己当初怎么样肤浅的认识是真的 说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 这些话呀 我们今天没有揪辫子的意思 何况说 截止到今天 如果启公先生坚持说 我就是认识蓝亭是假的了 我开始认识他真的是错了 通过郭沫若对我的启发 我就认识他是假的了 而且坚持不改 我们也无得可说呀 为什么 学术 他有他的见解 闻闻我们的见解 其实我们大家都认识是真的 也无所谓 包括郭沫若在内 他的观点 如果他活到现在 他肯定不改 他还说蓝亭就是假的 也无妨 何况我们到现在 也没有说彻底的否定 郭沫若的意见 但是问题是在于 当年启公先生是威信的 是没有办法 情况 是矮烟下的低头 写这篇文章 这就是自己呀 在当时 害怕自己身家性命难保 如果郭沫若让你写 你不写 或者你和郭沫若意见 是反对的意见 你很可能 你就要 这个自己大获拎头 所以我们必须的 历史的看问题 像我这个年岁 当时虽然在 文化大革命年岁很小 但那时候我几乎 所有的蓝天旭文章 我伯父都剪下来 在外面看报 我们家定不起报 很穷 我伯父看见这样的文章 就拿家的给我看 你看又是谁发表言论 又是谁发表言论 我就看 其中当年就看过启公这篇文章 当时因为讨论的非常激烈 非常的激烈 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启公先生在58年的时候 他已经就被打成右派 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 如果我郭沫若找你写 是你一个立功输罪的机会 你敢不向郭沫若写 所以启公先生微信写这篇文章 我们绝对没有对他指责 完全给你通情和理解 是不是 所以没有人揪这个辫子 而且说即使他坚持 异论到现在也无所谓 但是启公先生 他当时确实是微信写 他现在呢 就是在04年的时候 这篇文章发表 在书法报的04年上 是他的口述 别人整理的 但这篇文章呢 启公先生为自己辩解 你看他怎么说的 他说我索性就在这上面做了文章 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我是在言不由衷 他说他写这篇文章啊 他说我就是故意在骗郭沫若 我说了一些这类的话呢 郭沫若看不出来就完了 我让别人看得到 我说的言不由衷的话 我并没有珍惜的反对蓝婷婿 因此呢他说呢 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我是在言不由衷 我于是写到 机智读郭沫若通知的文章 说桑乱帖 宝子 羊羊等 一脉相通之处 使我的理解 活泼起来 抓住这一点 我的思路果然活泼多了 四千多字的考验文章 当天就写好 题为蓝婷的迷信应该破除 晚上阿英就派人来取走 直接送到郭老家 郭老一看大为高兴 第二天 星期六一大早就把稿子 交给了光明日报社 大家看这段话 就说已经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 郭沫若也早已经死了 那么齐宫先生 为这个事情在遍及 说我当时是微信的写 不错是微信的写 但是说我当时写的时候 是告诉大家 我已经是把我微信的态度 表示出来 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来 只是郭沫若他看不出来 他非常的高兴就发表了 在这一点上 你也笑了 我也笑了 我觉得 齐宫先生在这点上 严而盗铃 对了 有一点 这个预感一张的意思 大家想一想 郭沫若当时论地位 是什么地位 齐宫先生当时不过是 北师大的教授 另外 郭沫若当年 是中国科学院院长 中国温联主席 论地位 两人天壤之别 你被打成右派 郭沫若是响当当的 典型的左派人 再论到学识上 郭沫若可以说 那是文学太多 文学巨拨 有人说就是 鲁靴后一人 那就是郭沫若 我们先不谈 他们政治主张 一样不一样 在学识上 可以说跟鲁靴 并驾齐驱 所以论学养 齐宫先生 当然落后于郭沫若 你至于说郭沫若 跟这个 天忠书比怎么样 说跟这个 陈英雀比怎么样 我们就不好说 但是肯定的来说 郭沫若水平上 文学造语上 要高于齐宫先生 就单论书法 当年郭沫若在书法的 那个地位和影响 也远远超过任何人 除了毛泽东之外 全才啊 除了毛泽东之外 在书法当初 就是郭沫若 那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这样说 无论书法 无论文学 齐宫想欺骗郭沫若 那是笑话 所以明的眼睛 别人都看得出来 你是在骗人的 而郭沫若却十分高兴 你相信 我是不相信 大家知道 郭沫若可不是个瞎子 郭沫若是个笼子 为什么呢 因为郭沫若始终带着助听器 他跟陈英雀见面的时候 他就说过 郭龙乘蛊 郭龙乘蛊 古就是古墓 盲人 因为陈寅雀 从48年 他就双目失明 20年以后他死了 在这个当中 郭沐若和陈寅雀两个见过面 郭沐若当时耳朵龙 就每天带主听器 这时候的陈寅雀已经是双目失明 所以在郭沐若 写这个对联的时候 曾经说过下联就是 这个 郭龙 陈鼓 马牛 风 说咱俩在学术上 风马牛不相信 那很早就提到这个问题 郭沐若确实是龙 但他可不像 他看了文章之后 你一再骗他 他感觉不出来 明眼人别人都看出来了 郭沐若看不出来 我不相信 所以在这一点来讲 启先生稍稍的 用心多了一点 再看后边呢 启先生还有这样的话 他说 现在想起来 我非常得意我的聪明 找到了一个既能来一个180度大转弯的借口 又表明了我这个转弯完全是言不由衷的 微信话 我想 启先生 大哥不必说这些 我说了 当年你站错了队 说错了话 是在矮烟下的低头 是在那个特殊的一个背景下 没人去纠缠 没人去计较 即使你还得坚持你的观点 也都没有问题 何必说这些个话 我觉得有话说天足之邪 而且最后呢 在讲话的最后 启先生说呢 后来我在编辑的我的文集时 坚决删去了这篇文章 你看 启先生的意思就是说 我当初写的这个 就是应该破除蓝厅的迷信的这篇文章 到编辑我文集的时候 我又删去到 坚决删去到 既然明眼人看得出来 你当时说的是微信话 既然明眼人都能知道你的意图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又何必删去它 而且又是坚决的删去 明明认为这是在历史上 很不太光彩的这么一页 其实我们并没这么认为 启先生却很计较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通过启先生 这种自己的辩解 相反倒显的启先生 在这方面不够诚实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官字 官就是官免堂皇的官 衣官的官 这个字呢 两读也可以念冠 冠军 我们用楷书演示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 在欧阳荀的九成功当中 有这个官山抗殿 绝贺维持 就有这个字 我写的这个字形 基本上是依据九成功的 那个字形写下来的 这个字说不上是个常用字 但是呢 它却是这一个类型的字的 一个代表 比如说 则扣的扣 这个贼扣的扣 也是 这个类型的字 我们因此呢 对这类的字呢 也应该有一个掌握和了解 好的 我再写一遍 大家看一看 这个字在结构上 就非常的讲究 另外的点画上 也非常的严格 相比之下 这个字是有难度的 它的难度在于 有点 有横 有撇 有竖 还有条 这个横折钩 而且还是比较大的一些笔画 都组成在一起 让又感到 它很不拥挤 有次序 所以这个字 写下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首先 给大家解析一下 这个字的解体啊 上边的这个宝盖 俗称叫凸宝盖 就是上面没有点 这个宝盖上边呢 这横不要太粗 到转折这些时候 台笔下来 就是很快 弹笔 一弹就出来了 如果写慢了 这就不行 所以古人说 这种笔法 叫鸟是胸 鸟是胸 就是鸟 经常看看 自己的胸前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杂毛啊 用嘴的奔着一下的时候 它就是一低头 啪 就那么一闪 就用嘴啊 那么衔接了一下 所以这是快的一个动作 鸟是胸 那鸟看东西 啪 一回头 这个感觉一定要有 如果像有的朋友 练这个字的时候 写这宝盖 往往是 写完这笔之后 到这儿了 然后一点点的 这是错误的 千万不可这样用 这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点画 写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的简洁 就是这样 写好了 那是你的功夫 写不好 也不要再描作 争取下次再把它写好 要需要有练习的时间 也不要故意的找这种圆角 找这种圆角 又是一种弊病 找什么圆角呢 就是这笔过来 注意看 然后找这个地方 让它出圆 好像有古碑铁的金石味 实际上 是死制的 是造作的 是假的 这种点画是绝对不可以有 养成这种习惯 给你后来写星草书 带来诸多的不便 而且在楷书当中 也不要这样 背帖上 即使是在背的一些踏片上 有这样的 这么一个转折 有这种的圆角 那是因为年久 风化波落 这个石头呢 出现了某种的圆痕 那是石头本身的问题 书家当初不是这种本意 我们接着往下说 这个宝盖不可太宽 因为下方呢 要探出这个宝盖 比如说 它的撇 和它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弯钩 都要探出去 所以不要写太宽 但是又不能太窄 还有基本覆盖下方的主体 再看 这应该写这点就可以了 不要再写一横 这笔就探出了 探出了这个宝盖的 这个框在外面来 像大家说 这种笔画是基本功 你如果基本功不好的话 遇到这种点画 你就无可奈何了 甚至你就要描作 这一横 基本上和左边这一横 取于平线 但是呢 表面看来它略低一点 那么第一点 你怎么说是平线呢 因为要从这一笔 这个横画短横 起比之处 和左边这个长横 起比之处 它是平均的 因为这一横是略康间一点 左边这一横康间了一点 所以后边 它应该比右边 这一短横略高一点 我不知道这样讲 大家听明白没有 因为它起比的地方 是高度一样 所以说基本取平 然后说这一竖笔 这一竖笔啊 就不太挑钩了 最后点一点 因为我写的慢了 有阴湿的效果 这个竖笔 如果你再挑钩的话 就显得这个字很乱 最后再看一遍 欧阳荀在写这个罐子的时候啊 它最后的这个 这个竖横钩啊 或者竖折钩 这一笔写的时候呢 横向的这个钩啊 它起风的时候 是靠外边走 大家注意看 是这样的 这还有明显的立书笔 那么后来到了 呃 元来以后 逐渐的 呃 这种钩呢 就变得稍微向上一点 有钩的明显效果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写欧字的人 喜欢这种 带有脱钩性质的 就是比较扁平 也可以 就写直一点 就向上翘起一点 也可以 这也可以 就这种两种 呃 虽选择 但是写欧字当中 不能像些流体 或者掩体 就勾向内 调 不可以 那就失去了欧体的一个特色 就说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 写这个也字 欧阳寻是这样的 那么 延体字呢 大概是 我们不管前面 就说最后这一笔 它是往那一条的 是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写直 欧体字可以写直 也可以写成这个角度的 但是不能写成这个角度的 写成这个角度 就失去了欧体那种特点 因为你零一地方改过之后 其他的以后 其他这个所有的笔画 就都受到影响 所以写这个罐子的时候 也要注意这个脱钩 是 一般叫仰T T就是钩 T法嘛 在雍字八法 讲的这个T 这个仰T呢 就是 这样的一笔 这就叫仰T 那么 那么伏T呢 伏T 我代表的草树意思了 这个伏T 就是指的上面这个宝盖 到这儿来 这叫伏T 这个地方 叫仰T 实际上就是 伏钩和仰钩 所以在一个罐子当中 又有伏T 又有仰T 因为它写起来的时候 大家特别要注意 这个字在点画上 是有很多讲究之处的 好 下边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字的新书写法 这是一个常见的新书写法 我们再写一遍 大家看 它在解体上 和楷书有哪些不同呢 就是它这个 左边这个圆字 最后的那个长的脱钩 它给写成了 一个点 一带而起 再看一下 就是这 这写慢一点 大家看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有朋友说 可以不可以写成 像凯书一样的仓钩呢 还叫不叫新书呢 没问题 还是新书的范围 我们写一个 大家看 也是可以的 这样写 同样可以 只是新书当中 比较随意 有很多的选择 它的范围比较宽 再看一遍 这种写法 第一种介绍的是这样 新书大约上 就是有这两种写法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字草书的写法 草书看来就相当的简约 草书基本是这样 再看一下 慢一点写 这个字的简约之处 首先是上边这个图宝盖 把左边的那个一点去掉了 直接就这样简约到这种程度 原字呢 直接简约到了这样 就是 简去了片和这个横折钩啊 这个竖折钩 简去这些点画 然后一笔两袋过来写了一个寸子 是这样 写快了以后 那么这个字就是 但是大家要注意 写这个草书也有点画要求的 这一竖笔啊 向后拖 注意看 向后边这样拖 这个字啊 它就完整 不要想前请 如果这个点画像 点画像前面倾斜的话 就会感到这个字不正 你看这好像是正的 实际上 仔细看这个点画 有点像左边写 写多了之后 这个行记受到损失 大家再看一下 就这笔下后这一页 往这边走 写完你才发觉 哦 这个字是正的 如果再讲究一点呢 这个中间这个两个横啊 尽量靠左边一点 就给这闪出的空间 这个字出来 自行更好一点 再看一遍 是这样 好朋友们 关于冠字 或者说读冠 这个字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